今年4月26號 板橋榮民之家的伯伯們 回到改建的新家 而當天晚上 和榮家一強之隔的大關路二段 34到98號 還有巷弄內的73家住戶召開會議 因為這一些住戶 被板橋榮家提起告訴侵占土地 歷經5年多的官司確認敗訴 判決出爐73家住戶財務還地 還得償還5年的不當得利 法院判決官司敗訴 從6月份起強制執行 凍結帳戶和扣薪 逼得73戶住戶幾乎生活過不下去 求助市議員李婉玉 舉白布條陳情 要榮家給他們一條生路 手下留情 他們原始資料都存在 但是每一次的會議紀錄 跟他們當初提出的證明 完全都不一樣 那最後他們現在的結果 就是每一戶依照認定 要賠償數十萬 最高的到一百七十萬 的所謂的侵占國有土地的一個賠償金 每個月要扣我三分之一 我這邊要付三十五萬 就是說他們你的不當得利是 他們判定是三十五萬 不只 那這邊呢 雲南保扣二序 還有個八十幾萬 你知道我叫怎麼活 房子會被查封 你叫我怎麼生活 對不對 我也是個農民 他這樣對待我對嗎 真的很過分 判定不當得利 以評數計算 下跪成情的年輕人 他們加倍追討的金額 高達一百七十多萬元 除了面臨無家可貴的問題之外 還要被追討所謂的不當得利的壓力 幾乎快壓垮他們 隨時房子不見 或是爸爸媽媽壓力很大的狀況 所以我們坑氣 政府可以協助我們這些小老百姓 還我們這些鄉親父老 一個安穩的家 我們要的不多 就是一個安穩的家 然後讓我們可以出去的就業 你知道站在這裡的壓力多大嗎 你們有沒有想過 走上街頭陳情 是73家住戶無可奈何的決定 新北市議員李婉裕 代表他們和榮家代理主任 地上陳情書 希望榮家能夠和退府會 表達他們的訴求 減免罰金 停止強制執行 原地續住等具體的補救措施 拜託要顧及他們的權益 中家新聞的日流樊綱 板橋報導